小伙伴们你们好 我是胖虹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去的一家是 通过我的一朋友联系到我的 这已经是咱们逛琴行的第七集了 江泰道路镜头右转 2022年了 在这祝大家新年快乐 前两天刚发了年度总结 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好 我是潘雪娇 咱们2022年新的巡演现场见 今天这个朋友是专注集的工作室的 然后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琴行 它这有一些有意思的琴 我也去前一点逛海鲜市场的时候 看见了这个朋友的账号 只好咱们去看看 看看他那都有什么好东西 开个眼 走 我们到了 这是大象 刚刚是 终于见到潘老师本顿了 非常如性如性 新盟 变比较小 可以了 主要活动范围空间就在这 这块是一个学习资料 学习原地 关于电琴的这个 Gibbs Funder Tiley 这是Funder卡通上 学习 看看书 这个主要是一个工作台 平时就是 聊聊琴 做的保养 这边就是主要是一个陈列吧 画一些琴 但是平时不画琴 因为这不是琴行 没有什么流量 一般就是约了 有什么大哥过来看个琴 看看听听设备 这边就是音箱这块 我们公司带领的暴森 还有效果器 丁盛 还有下面就是BJF 就是比较发烧的台湾 都是挺好玩的东西 这边就属于一个养生区 喝点茶 泡泡茶 聊聊人生 聊聊设备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茶 似乎着好 就现在的这些加热器还好 带APP远程的监控 比如我出门也是 那我出去那几天 就让它一直稍微愤着点 要不然我以前那种 就是你没法远程 你不知道要是什么样 多出那几天 你开大了开小了 然后回来就干了 那是乔治林奇吗 对 这个乔治林奇 这个是 年轻朋友就不认他了 对 这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情怀 这个也挺情怀的 这个 对 这个是 也是因为小时候 老去新铁口琴行嘛 发现都买不起 88的元年 80年代末 就是CY前两张专辑的时候 你看这个编号是88开头 88的元年的荷花 可以的 有一说法是早期的荷花 每一把是一个罐 后来它是出了4个 打了4个板 就工作这几年 收了一些情怀情 小时候等于说 上学的时候 立FLAG 去铁行 新铁口年铁行 买不起的钱 特喜欢的 都拿下 对 因为我还没介绍 我们是一个团队 团队有三个人 老大哥在美国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在英国 他们都已经定居在哪 你是北约队和人 都喜欢发烧的东西 15年开始做这件事 就是想弄点好东西 因为大家当时也都玩了 平均也都玩了十几年轻 你自己也弹 也弹 但是弹的不行 他一般弹的不行 就研究设备去了 其实喜欢乐器这玩意儿 要捣腾得起的话 我觉得有款幸福的池儿 你说我小时候 我就是捣腾得起 逼着你没办法 就只能练 最近这也是逛这些铁行 然后去各家 含各种钱 也是各种心动 但是到最后吧 含多了以后吧 你倒觉得花了 你就不知道该要什么 你觉得哪个你都想要 但是到最后还是得找一个 到底自己需要什么 我来看 可以 没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 最终得拿它用 有一些琴 我觉得就是收藏 对 你像BlackOne非常遗憾 现在没有现货 我弹的那个 虽然不是说Relic那把 但是它的路子是一样的 对 然后你弹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 还是以后想找一个 属于自己的琴 就那个琴上 别有太多别人的印记 因为其实是一过程 对 对对对 因为咱任何人喜欢这个东西 跟文文一样 找到自己的路 反正Funder Gibson这些 去绕不开吧 因为我们最早开始做的 还不是Funder Gibson 最早是做的手工牌 James Tyler Tom Anderson Sir 还有Don Brush 我们做的是这个 因为五六年前 这几个牌子非常的火 最后碰的是Funder Gibson 那些琴就做的太多了 风水流流转 这这两年是差点 手工劲过了 对 实话是说这 这两年感觉明显的 这个Funder Gibson回流 因为可能也跟音乐风格有关系 对 全世界都往出国走了 有些人 对对 像那些年流行那些琴的时候 正是什么Gavin什么的 对 特火的时候 这个SRV和那个不是一个人做的吧 对不是一个系列 这把是Lennie 这是07年Funder Custom Shop的一个项目 谈Lennie的那首歌专门去用的 而且它这个琴镜是后来SRV换的 是Billy Gibson给他的这个项目 而且我看资料最搞笑的 这琴镜它是Travel做的 它还不是Funder的 对最后贴的Punder是Fukel 复刻的一个项目 负责人是Jason Smith 但是他有很多大师参与了这个项目 这把琴是Danny Scaluzuka做的 也是一个老婆 等于这个跟No.1不一样 No.1是只有John Cruz一个人来做的 这个琴有好几个大师在做 No.1只是大几个做 别人没让做的 对 绝对没有 这是什么 下面这把琴是John Cruz的一个 按着这个项目 对 它是按No.1的订单做 就按配置做的 音色很接近很透的那种事 然后这把琴有点意思 编号3000多号的一把琴 这是它被开除之前做的最后一把 重度做就的52台 你跟他说你P2S怎么有什么特别 这P2S看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 P2S不出过好多龙系列 你知道Dragon系列 这是淘道的一把Phoenix 凤凰 你看它纸板镶嵌是一个彩色的品级 07年代级 品级这是14K金的 这个颜色就是一个三文鱼的颜色 琴镜是东印度美格门 琴 纸板是巴西美格门 所以当时被人们收这把琴 他出了好多龙 各种龙 还出过什么猫头鹰 蛇 但是凤凰很少见 这把琴也比较少 一把one off 这是一个大师一个master build 他叫Bruce J 他是擅长做这种空心鞋 这是他做的129 他现在也离开Gibson Gibson也有master build 有 这就是一个大师 对 而且他有自己的网站都可以去搜 one off 你看他编号是1-1 对就是唯一的 他这把琴的名字叫man's ruin 美国三十年代的纹身的一个文化 相当那种old school的那种纹身的风格 弄到琴上还是挺少见的 有像呢 主要就是稀有嘛 就一把 我们喜欢那种孤品比较多 像black one虽然卖了四五把 但是都没有留 black one现在挺贵的了吧 你总共就83把吗 最早就是20万出头 涨到28 涨到33 涨到38 上一把是45 很恐怖 不知道 我觉得这就完全是收藏者去收藏 对 现在就连我那把都挺贵的 好像 对 那个应该相对还好找点多 500把 中国人就买了不少 估计83有 至少有50在中国 是吧 但是很少见人用 人家拿出来弹 那个琴好多人不弹 因为我有一个哥们儿 他买了一把 他买的时候也是挺贵的 后来他说现在值多少钱 我说因为琴这东西得看品性 他说那我都弹的 可能挺狠的 我说那你就别出了 但是还有一哥们儿 他买的那琴他没弹 他可能花二多万买的 过了一年多 加了10万就出了 对 那个琴当年出厂是1万美金 对很便宜 1万美金在现在看来便宜 那会很贵 因为那会儿没有什么 master build 特别少货 对 09年这双英格那事还不贵呢 对 都是后来价格起来 讲到这双英格 我们这儿现在也留了一把 我先不说 你能看出来这琴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给我讲一下 琴镜尾部和头部 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钢筋 那把武器也是 这个琴他们叫 unfigured one piece neck 确实是没钢筋 确实没有钢筋 跟大师发邮件说 这个琴是由来是什么 那就没法调 对没法调 最早的分的是不能调的 50年代 对 那这样是有点变化怎么办 还好 因为这个琴不带钢筋的 我们也卖过几把 没有什么问题 哪年开始以前没钢筋 最早50年代初那会儿 就是最早的分的是没有钢筋的 后来大量的乐手 含琴的来来投诉 说你这个没钢筋老变形了 后来出的才有钢筋 但是后来80年代之后 又找到了一些这种 就觉得他们觉得 硬度和密度够的这种料 不需要钢筋 什么材质 这是一整根的巴西梅根 八枚 这八枚你能够讲一下吗 有什么好这东西 也不能说它好 它就是一种木材 紫环吗不就是 它学名叫黑黄毯 好像 它其实就是一种稀缺的木材 还有自己的特点 硬梅有硬梅的特点 八枚有八枚的特点 因为元年轻老秦用的是八枚 包括马丁 Gibson Funder 早期的 但是后来还又不让卡了 也不让出口了 稀有 稀有了 所以说它贵主要是贵在这 你说它阴色有 比别的乌木 硬梅要好很多没有 不一定 不一定 而且很多有的人 他不喜欢这个身 它有自己的 还是阴色的特点 这个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 那烤蜂木跟蜂木呢 区别在哪 烤蜂木我觉得它是更稳定一些 而且它我觉得高频 稍微有一点亮 是吧 对 更好看一大 现在很多新派的都是 搞好梦 都是搞好梦 对 这把琴 这说实话 我只谈过一次 对它没印象了 早就已经 这琴其实我们做了好多年 也就留了这一把 带一纽是吧 一个 Midboost 对 这是它的专利 倒是可以尝尝 对 这把琴特别之处 也是八星玫瑰木之板 因为当时我们大哥去找 James Tyler确认 他说他们建厂以来 做的 James Tyler 用到八眉之板的琴不到20把 然后这个琴 Burning Water配色的八眉不到5把 这把就留了 因为太罕见了 我其实有挺多问题的 在集在这块 可以 你能给我普及普及 说科普科 然后视频带这些网友好多 因为肯定有很多网友像我一样 不明白 因为我就特不明白 就比如说现在咱们去买所谓的 无论说是Custom Shop 还是Master Build 等于是在复刻一些老琴 对 对吧 然后从五年代开始 比较多的是五年代六年代的 对 我唯一知道的 可能应该是从58年左右 开始有的玫瑰木质版 59吧 5859差不多 5859 因为Jazz Master是58 对刷上那个 从他有的话 是的 那Stradocaster可能是59 对 那就58年以前 都应该没有玫瑰木质版的分的 对 对吧 那你说不同的年代 或者说我们去买到这些 Master Build 琴时复刻 这些不同的年代 这比如说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甚至比如说那天跟成功在塔里板 60-63 就是有60有63的配置 对 所以他是不是像Gibson一样 就是他在复刻完全那个年代的配置 其实你看这个书就明白 原年琴跟现在的 Master Build 卡通上 其实这出入是有挺多的 首先是纸板弧度 原年不也能挑吗 现在你要下订单的话 你是也有人还会订7.25 但是现在多数的dealer是不会订7.25的了 因为他太糊了 高板位可能不是太舒服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原年的琴都是三档 对 那个没有五档 我谈过 原年琴没有24档 对 他可以玩出24档 对 他可以停在那 对 可以卡 但是他那块没有一档 但是你可以拨到中间 这让他定在那 对 那你说他这个年份有什么区别 你想写什么写什么 你别太夸张 其实他主要的区别是这样 628月份之前 玫瑰木板59到628月份之前 用的是平写 就是厚的玫瑰木之板 628月份之后 到以后到69 用的是薄的玫瑰木之板 就这点区别 所以声音上真没转 真没转 是什么事 这个Master Build 它这个个体差异很大 你看采访John Cruz 他让他评价其他的大师 他说 Every builder have their own taste 就每个大师都有自己的口味 或者你提要求 你说我这个琴 想做的fintage一点 他会按他的要求 把控这个insert的方向 但是有的他想给你做的rock一点 摇滚一点 像John Cruz Day Wilson这类的 他做的琴可能就是偏rock一些 他不说John Cruz不是走了以后 Day Wilson成头牌了吗 对 差不多吧 Day Wilson现在一把钱 就是我填一张单子寄到美国 让他给我做 等五六年 对对对 差不多 这要能等就等 这要等不了就拿现货 关键是你等 对 其实就是说你现货销 你下来的单子 你做的还不定什么样呢 这就是跟堵石一样 所以我们的便利条件是什么 我们不接单 不下单 我们可能是做好的 去里边直接从里边挑 我也觉得Master Build 这事买11元分 就是碰上就碰上了 因为我接触的不多 以前 我最近就开始在接触 往后我也看看海天市场上 有些什么 大概都没有那种绝佳满意的 最初我想找一把什么琴 因为你收藏某一个类型 或者它是干一个某一个特别专精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想让它能在现场使用 可在现场使用 一场演唱会 起码我能多一半以上的 能使用这一把琴 就比如我老在换 明白 我又不是可能后边跟着一团队 因为那事其实挺难干的 带牙式把琴去 对 往后边得有 故障给你换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现场 你看我经常使的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全能 全能 对 什么事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就只能追求手感更好 我功能更全面 对 当然那就想要 vintage的事就困难点 所以就是想找一个 就不好找 你拿几个数损 可以 但是我谈不听的 还有一个就是21品22品这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多人会在意的 起码比如我就在意 您的歌多说 老后会用到 你听我说的 这事特有 我在前三张转 一首22品的都没有 因为那会儿我没有过22品琴 我就没写出来过那 我也想这事 写歌的时候 但是从这张新白鸡 我当时已经开始 艾利斯代言人了 他那会儿给我的 22品24品这些琴 那你用着这些琴 可能有人写的时候 编的时候 就自然就用那一瓶了 然后才发现 这份现在多出来了这么多 需要这个音的 特别看 费劲点 特别看 对 比如说我需要到22品 这个音上 再往上推一全音 那你21品 做不到 对 因为你看绝大多数的 Master Build 都是21品 对 绝大多数的 因为它是中 这是忠于元年的一个 对 肯定是要按传统做 当然我也见过 Jason Smith 可能做的比较多 22品的 张库总也做过 22品 从音色上 它没有区别吗 没有太大的区别 22的非常少 对 大家还是忠于元位 包括我发抖音 好多人觉得 为什么全是21品的 分的还是挺主流的 但是分的说白了 这个琴是好听 但是想弹好了 其实更不容易 对 它的细节要求太高了 而且你像我们做的音箱 效果器 它的优点都是动态很大 所以说一般的人 可能一弹的话 瑕疵什么 全都出来了 对 全都给你放大了 还是得看关键 还是在手上 我小时候练琴 最大的一个收获 你要是动态大 箱琴最大 所以我小时候 很多时候在家里 家里不方便开音箱 我就在箱琴外面 这样才能 包括你干净的程度 换在电器上 然后力度 实际上木头的反应 就会比较明显 这把琴比较少见 对 手绘的 这是日本的文化 这把琴叫 《赫安亚特利卡斯特》 《班若》 这是一个04年的南门秀的参展琴 《梦宫厂百科全书》 由这把琴的介绍 这个大师叫周悟的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炮 他也是玩乐队的 然后他还是一个画家 他画了两把琴 还有一把是这个 参加的南门秀参展 这书挺关键的 对 你把这个书全看明白了 你就明白这个 分的卡通上文历史 学书办法学好英文 最重要 对 就是全英文的 你别想到 你那个小工作室不大 好东西是真多 主要喜欢这个呗 听说还有没拿出来的呢 是有 就这点爱好 人生当中 要是能拿自己喜欢的事 能作为一个 无论分之爱好还是工作 反正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一开始 还是服务的专业的乐手比较多 你看我就不是专业乐手 没被人服务 有钱人多的是 对 咱们这买好钱人多了 除了这个专业的 其实第二服务对象就是发烧友 是吧 因为现在这个成年老哥 内卷是非常可怕的 这件事 这个真漂亮 一把 一把 这种 张库出去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同 number one 配置的一把张库 谈呗 开始尝哪个 开始点 对 玩起来 听琴的话 还是接太多的 还是不太好 接太多效果 你喜欢那么多音色 或者拿它要去干具体的事就得一样一把 对 行 好 那我们走了 好嘞 慢走 起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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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